自己发芽菜最重要是简单易做 我试过很多种方法 豆芽鸡、烧鸡、煲煲餐餐都试过 最后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 就是用这个发芽罐 步骤只有两个 浸豆和早晚冲水 三至五日就有芽菜吃 这个罐遮光非常好 有好疏水 打开盖之后 里面有一个厚的压盘 用来扎着豆 有重力豆芽生得粗壮些 里面还有一个薄一点的隔水盘 而罐下面还有三个去水孔 沖水的时候就很方便 最底下还有一个底盘 平时可以用来浸豆和摺漏出来的水 不用滴到周围 现在我把浸好的豆倒入银子里面 在倒进去之前 把薄一点的隔水盘放在底下 然后把豆进去 然后搖均匀 再把压盘扎在豆上 出来的豆芽会粗壮些 然后我们要盖盖遮光 我们要每天早晚冲水 冲水的时候 压盘就不要拿走 因为它是有遮光的作用 冲水的时候 水大概是装满这个瓶 让水全部流走 不要留下水在里面 否则豆就会腐烂 因为在拍摄的时候 豆子看到光 所以面头那层是有少少泛红的 第五日收成了 我今次发豆芽的时间是在四月 天气未算是很热 要在夏天的时候 最快三天就可以吃了 我今次发豆芽 就用了半粒的豆 发出来整个烧鸡也是 够吃两餐了 你看看我们自己发的豆芽 有长有短 它的根也很长 根是不需要剪掉的 因为它也很有营养 我们洗净就可以煮来吃了 自己发的豆芽当然要吃它的鲜味 所以我就是清炒 加少许油和少许鸡汤 最后加些黑胡椒 这样去驱寒 那就可以吃得了 在我浸了绿豆的同时 我都浸了碗豆苗、萝卜苗和通菜苗的种子 大概浸24个小时 中间要换水 而通菜苗的种子 就要浸到它的皮裂开才行 浸好的种子就拿去催芽 把种子铺平在沙肌上 然后就把湿的沙布盖在上面 盆底下用清水 盆底的水就要每日更换 以及早晚要喷水 在第二日或者第三日 那些沙布就可以拿走 拿走之后 早晚继续要喷水 盆底换水 你看看 这些菜苗的种子已经发芽了 这些菜苗就不是豆芽 不需要遮光得那么紧要 快走 吃着 鱼菜和豆苗都是追光族 哪边有光它就弯向哪边 菜苗一天一天长大 我们来欣赏一下它的生长过程 一个星期后收成了 其实不同的菜苗的生长快慢有别 像我今次发的碗豆苗和萝卜苗 就会生得快一点 通菜苗就生得慢一点 如果想吃通菜苗长一点 就要等多几天 豆苗在剪完之后 你继续淋水 它会继续生出来 还可以收多一两次 牙菜有益大家都知道 种子在发芽的时候爆发的生命力是最强的 外面买的牙菜有担心它们是加了漂白剂 或者生长剂 对身体不好 自己发就放心得多了 最后面对它们是太大的 就会吃到的 我会想吃到的 在那里面买到腹部 小糖 就会吃到的 小糖 就会吃到一口 吃到小糖 就会吃到小糖 吃到小糖 吃到小糖 就会吃到小糖 就会吃到小糖 开饭了,你们都发现你们的豆芽蒙